平溪区临角里内的中华街 从平溪老街延伸至平溪火车站后方的人行道 再由茶园浦接上台河桥通往106市道 是里民习惯性采买去农会卫生所的路线 然而台河桥两侧高度不够 就有民众曾发生掉下溪谷的意外 幸好只有轻伤 但工所也改善了设施 让用路人更加安全 这里位于临角里、九林、台河桥 因这个桥梁早期因过低 然后经里民的反应 把这个桥梁感谢工所的帮忙之下 加设护栏栏栏杆杆 以便这个人车的安全 加设的护栏高度到达胸上 能防止夜间行人倚靠时坠落 而日前太过狭窄的中华街 也在区公所的整顿下 道路加宽便通畅 一旁的住户也不用担心挡土墙缺乏支撑 我们平序区中华街九林 之前这个巷道的部分的话 它当初在水沟盖旁边 有一个矮墙 矮墙的部分的话 原来是要挡住挡土墙 怕它发生一个滑落的危险 因此造成整个路通行的巷道的部分 非常的非常的狭窄 居民每次在通行的时候 就会变成很怕车子会碰撞到 都非常非常的小心翼翼 后来我们经过评估 请顾问公司重新设计 那我们把那个矮墙重新消掉以后 然后重新把这个边坡 做喷姜加固的一个保固 然后让整个道路变成很通畅 那最起码可以让民众出入的时候 不会那么发生危险 临郊里内便设有两座火车站 里民居住范围分散 社区交通动线更显重要 透过疫情期间的改善 保障民众出入安全 也让临郊里变得更加宜居 记者是澳闻平息采访报导 如果您在遇到您的频道 也可以按照 请订阅